本节目由生鲜实彩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这样子读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宽里日转的作家王维轩Vivi 今天我们挑了一支专文 是来自于华尔街科技演 它的标题叫做iPhone16 能让苹果重回中国市场第一吗 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切的 特别在现在AI这么红火的这样子一种时代 对不对 你苹果到底要跟AI要沾上什么样的边 这大家都很好奇 开头他说9月10号凌晨 苹果发布新一代智慧手机iPhone16系列 在发布会上 所谓Apple Intelligence 占据了最大的篇幅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iPhone16系列的硬体 没有巨大的变化 iPhone16系列发布后 市场反应并不算热烈 到结稿之前 苹果的每股违脏 百分之零点零四 那每股报价是220.91美元 那么在2023年 苹果是首次超越三星 拿下了全球智慧手机销量的冠军 全球的出货量达到2.346亿台 然而今年的上半年 苹果在中国市场出货量 份额断崖式的下跌 四年来首次跌出前五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iPhone16系列的市场预期 依然不容乐观 如果说硬体挤牙膏 已经是苹果的一个常态 那么苹果只能在功能上 找到新的噱头 自然就是所谓的Apple Intelligence 但是对于中国用户而言 Apple Intelligence的好消息是 它的中文版本 终于要确定是明年推出 Bad News是 具体上线日期仍不明确 那么我们先暂且不提 到底何时会上线中文版 那即便是英文版的Apple Intelligence 似乎也并不太让人期待 目前苹果在iOS18.1的 开发者预览版Beta中 放出的Apple Intelligence 华盛顿邮报在测试后 表示它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 具体表现在生成资讯摘要时 比如是错误的总结邮件内容 或是误解文本的含义 但是正式上线后 是否会有改善还不得而知 是 另外10月份即将放出的 Apple Intelligence更新 也并非完全体了 那一个苹果表示 将在不久后推出更多相关的功能 在此前 苹果在WWDC开发者大会上 对Apple Intelligence进行了一个demo 主要功能包括 AI的摘要和转录 AI的表情符号 优先通知 智慧的回复 照片搜索编辑 以及更智慧的Siri 并没有太大的颠覆性 那么资料也显示了 今年的上半年 中国的智慧性手机销量 同比增长4% 呈现一个小幅复苏的事态 然而 苹果的市场份额 却在不断的下跌 那根据IDC的资料显示 今年的第一季度 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出货量 已经从2023年的第一跌到了第五 那在第二季度 苹果已经跌出前五 那么iPhone的用户群已基本固定 所以很难吸引大量的新用户 老用户的换机频率 大概是两到三年 难以支撑苹果的增长 那么从产品的角度来说 iPhone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 吃老本 第一是外形设计一成不变 一款模具往往诱上四到五年 第二创新迟滞 比如说折叠屏领域 三星华为小米OV人厂商 早已推出多款的产品 苹果仍迟迟未有动作 那第三是苹果只做高端市场 但是相对高昂的价格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竞争率它是减弱的 那么苹果之所以会采用 这么保守的产品策略 是因为它想要保持高利润 那么Counterpoint报告它称 苹果在2023年拿走了 全球智慧手机市场 50%的销售额 以及整个行业90%以上的利润 那么虽然Jobs的时代 它用电容屏跟多点触摸 开创了智慧手机时代 但是目前智慧型手机的市场 已经非常成熟 产品则趋于同质化 在没有巨大创新的支持下 iPhone的优势是越来越少 在中国市场 苹果更是四面楚歌 发布会的前夕 Counterpoint公布了2024年 中国第一季度的作业系统详细资料 华为的Harmony 也就是鸿蒙系统 以微弱的优势超越了iOS 成为中国第二大移动作业系统 同时每年的第三季度 是旗舰手机发布的周期 高端的市场的竞争 是非常的激烈 那么长期追踪苹果产品的 天峰国际分析师郭敏奇也预测了 iPhone16系列今年的出货量 是8800万到8900万台 主要的增量是来自于标准版 其中第三季度的出货量 有望同比增长10% 但是到了第四季度 预计同比下滑5%到7% 整体的出货量只比去年同期略高 但是由于在第一跟第二季度 中国市场销量下滑得非常严重 在2024年全年iPhone的销售量 显然难以达到2023年的水准 Vivi整个新闻你怎么看呢 其实在这篇新闻之前 也就是Apple刚发布他的新机的时候 台湾很多的电视媒体 跟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有报道 这是iPhone的新功能 那我有一个不解的是 他们好像非常主打说 他们这次iPhone好像串接了 Track GPT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让我作为iPhone的使用者 我觉得很不齿 高什么 对啊我想说天哪 你是智慧型手机 引领全球的品牌 你今天竟然要用到别人的应用程式 可是这也让我意识到说 其实iPhone它现在整体的销量 有一块成长得非常快 那一块叫做服务 那其实它的服务很多都是来自于App Store里面 各式各样的开发者 所以也许是依循了 诶长到甜头了嘛 所以依循的这样子的模式 可以减少开发成本的前提之下 又可以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那我觉得这篇新闻 也约列的有点在recap 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 整个数位经济 或是数位汇流经济 全球的了 都真正的从硬体的典范 转到软体的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现在AI的software 变成是非常的红火 但是还是根据我的以前的经验 你如果红火的这个软体 你没有办法产生新的 比如说我有比较现在的AI 更好的软体的想法 表现的想法 应用的想法 但是你没有新的破坏式的硬件的话 它是支撑不了 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所以大家都在希望 iPhone能推出来 很不一样的AI的Phone 所谓的AI的 Enable的这样子的一个iPhone 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如果iPhone 只是在界面方面 有一些创新 或是做一些不杂地的 一个感觉起来 好像是把以前 要比较深长的功能 现在拿到你的首页 你很容易就去执行 而没有什么硬件上的创新 我觉得大家会对它 是非常的失望 现在显然看起来 就是这样子 是 尤其他自己有提到说 今年在硬体上 并没有太大的升级 那就想说 那我之前买iPhone15 Pro 这些人是傻瓜 就是原来我现在的手机 也可以执行你 现在所谓的新Function 那再来是 它的AI的创新 比较算是in-house里面的 它有特别点出 就是它有一个叫emoji 就是里面的表情符号 你可以透过一些文字叙述 可能可以把章鱼跟猪 放在同一个画面 它可以依据你的叙述去修改 可是那个就一个 深层式图片来说 有点太低能 然后你会想要用这样子的东西 去创造一个你的符号吗 可是你的资料库就这么大 那会不会 我自以为是属于我的符号 其实其他人也是有在用这样的东西 是 在说明之前 我们是说 Apple TV 为什么不自己跳下来 跟Netflix这样子 要支援内容 你看它的 真的内容跟软体 真的是它的弱点 真的是它是一个大弱点 它了不起做一个App Store 然后把大家的创意都集合在 搭的这个里面 它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去推出什么样 非常有意思的那个software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对它们出来是个警讯 但是危机也是转机的 也许说它在下一版 它或许真的能够推出怎么样创新的硬件 要是你没有办法 没有想象力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 要认同全世界已经 渐渐从硬体的诚意 转成是软体的服务 那你可能要公司的经营方向策略 可能要大举的改变 这搞不好是一件好事 它会更用力的去做Apple Podcast 真正自己做内容 而不是只是做一个platform而已 那也会大举的做Digital Content 各种的数位内容 我这也不是坏事 重点是你要认清 你已经无力回天在硬体这件事情 如果这么庞大的一家公司 愿意把它很大的力量 放在所谓Digital Content 跟Digital Service 我觉得全世界是一件 超服气的事情 对不对 那感觉起来这一代还看不出来 还让人家有点失望 觉得此时Nice to have 没有什么 而且你还用别的Chair GPT 可见了你自己的收入也不咋地 对不对 大概有这样子的感觉 你看他光邮件总结都说 有一点不是这么的到位了 是是是 结果明年他就推出了折叠机 是 然后今年花我已经折三折了 然后明年Apple就折一折 我对顾客的保守 我已经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了 是 我看到他那个全球发布会 他就是有出来讲话 我想说你这个笑 加油好吗 对对加油加油 好就以上我们的想法给大家做个参考 内容报道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科技大树女学问 我是跨领域专的作家文威轩Vivi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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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